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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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風聲在傻傻作響 敲打著誰的惆悵 思念在一瞬間生長 再忘了也多漫長 掌心的淚 我到滾燙 只願為你散生痴狂 落花滿天 有溫情香 與你天地間徜徉 如果愛太荒涼 我陪你夢一場 贖回你所有淚光 這一路有多遠 這三世有多長 只收到地老天荒 起起舞茫茫茫 雨滾滾雪漫漫 一步步都陪你同往 牽著手給驚慌 管明天會怎樣 哪怕注定流浪 哪怕海角天涯 手牢牢不放 愛念念不忘 人生何須多輝煌 俗話的終生空 執著的都隨風 進路和許多跌宕 遙遇多少風浪 心不再搖晃 一起稀疏著過往 陪你等風停了 霧散了雨逐了雪 滑了再見 絕美月光 還有我在你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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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既明白我 就該知道 我所做的這一切 都是為了嫁給葉華 娘娘 你的意思是 蘇瑾 天君 本君來看看你 天君日理萬機 不必在宿瑾身上 花費太多的心思 秦也 我會聽從天君安排 獨自入宮 不 本君來是想告訴你 本君基於你 只是名譽上的福氣 你便可以繼續 住在這宮裏 免得入了我的井宮 反倒不自在 這 與理不合吧 無妨 臣妾謝天君 寡下紅仇吧 畢竟是被冊封天妃 也算是大喜事吧 是 奴婢這就去準備 委屈你了 權宜之際 天君無需自責 方才臣妾在想 不如借着冊封之喜 明日一早 就讓臣妾回族祭族 見一見諸位叔叔 一定能讓他們明白 天君對他們的心意 不錯 今夜你好好休息 明日一早 我讓連宋和央措 陪你回去 不 臣妾以為 最好是讓太子殿下一道去 夜華 不錯 太子殿下是储君 殿下與我一同出現 方顯重視 況且 天君不是有意 讓太子殿下 親自領兵 去與嬌人族一戰嗎 提前見解那些頭領們 總有好處 好 明日一早 我去夜華那兒交代一下 讓她去會會 那些分支頭領 溪二嫂 我這麼做 也是情非得已 我是為了這個家 不想再看見他們兄弟二人 反目相殘 我只有什麼 誰 你最疼爱的妹妹 也会背叛你 从此以后 这大紫明宫 只有我 才是你最亲的人 我不相信 这样 我都得不到你的心 军上 军上喝醉了 是否要 殿下 既然已经拿到了一军令牌 我们就快些渡身吧 金明寿 我若是救出了大哥 会不会让难得平静的异界 在此陷入了动荡呢 公主殿下 二皇子登记七万年 根基稳固 哪怕是你的父君现在很活着 也很难撼动他的位置 咱们这么做 只是为了救出大皇子的命罢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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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三殿下跟我说 在你们天界时常有人 拿着报恩的借口 想要接近你 可凤九并不是如此 从小爹娘去教育凤九 爹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 救命之恩更当是如此 这些道理凤九虽小 可都还是懂的 我姑姑还教育我 做神仙的不要拒泥于什么颜面 有什么就应当说什么 今日三殿下又问我 凤九对于帝君 有没有那种意思 凤九仔细想了一下 凤九对帝君确实有那种意思 凤九对于帝君 帝君你明白吗 说完了 说 说完了 说完就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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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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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这个来报恩的小仙鹅 是何方神圣啊 清秋的小地鸡 你 白凤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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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个不好得罪的人 不过帝君是如何救过他一命 碰巧 碰巧 没想到他还是个帝君 你别小看这帝君啊 他是清秋唯一孙子辈的人 将来至少要继承清秋五皇中一皇的地位 登基为女君 那又如何 不得 你呀 就是年少轻狂不知深浅 总之要记住本君的话 不要得罪清秋的人 是 不过帝君 不过帝君 早就不沾染红尘俗世了 看来这个小地鸡的心思 要白费了 听说 天君娶了肃锦族的遗孤 做天妃 不错 天宫倒是许久没有喜事 走 我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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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走 走 你的蟑螂 你又做了什么 你吃了吗 我想做烧鸡给你吃 不是说好用我来做吗 一直都是你做饭给我 我不好意思 我们的喜福 别去了 火烧得这么厉害 喜福早就要不得了 那是我们新婚的喜福 一辈子就这一次 若你喜欢 日日幸福我都随你 叶华 你好会说情话 我们的房子烧了 今天晚上我们住哪儿啊 你想住哪儿 我就想住车 叶华 你不用担心我 我不害怕这个祸的 我 我连小黑龙现身都见过 真的没关系的 你别担心我 叶华 你 我呢 你 你是什么人啊 这 你不会是妖怪吧 难怪我初次见你 就觉得你与众不同 你身上受了那么重的伤 还能这么快好起来 叶华 你 你不会就是 就是那个祸害百姓 让国王抹了脖子的金泥兽吧 素素 你为何认为我是妖 怎么 你怕了我 叶华 不管你是什么妖怪 我既和你拜了天地 我们就是夫妻了 叶华 若你真的是那个金泥兽 我跟您说 那你一定与我饲养的那条小黑龙 有过一番恶斗 那黑龙如果知道你重伤没死 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他对这里最熟悉了 不行 我们赶快走 快走 素素 我 若我这是要 你还愿跟着我 叶华 从今以后 你都不要说这样的话 我激发了誓言 与你生生世世 倾心相待 无论祸福永不相弃 就不会管你是什么了 连死都不怕 死有何惧 我就是这样的性子啊 虽然当初 我让你以身相许 是想让你留下来陪我 但是我们经过数月的相处 已经是夫妻了 所以既然是夫妻 就不会管你是人还是妖怪 我都会跟你在一起的 哪怕 你做的那些坏事 让你去用命场 我也随你去偿命啊 最坏不就这样了吗 再说一次 在这天上地下 无论何时 无论何处 只要你不负我 我便永远不会弃你 只有你走 有没有死 记得过去 你不是人吗 你不讨厌 你不讨厌 还没有 Com sf 你不是妖怪 是吗 素素 我只是个凡人 我只是想要修道成仙的凡人 学了一些皮毛的法术 怎么 失望了 不是 我刚刚 已经想了至少有一百种 逃亡的办法了 怎么你们修道的人 还能娶妻啊 是吗 你修道的 你是修道的 你修道的 你修道的 有没有 你修道的 是 今夜是宿锦出嫁的日子 宫中人都在喜宴上 他不在 总是不妥 殿下说他身子乏了 并不想去凑制热闹 让我们不要打扰 你去入内禀奏 让他起身 出来迎迎帝君 是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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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 堂堂一个神君 在太子的寝宫前 如此大呼小叫 成何体统 夫君恕罪 帝君恕罪 我是怕 燕华正在疗伤 万一被那仙鹅打扰 走火入魔就糟了 殿下只是与赤炎金泥兽斗了一场 竟受了如此重伤吗 这伤吧 说轻不轻 说重也不重 好了 堂堂一个天族太子 区区一点小伤 不必整日挂在嘴边 去 换太子出来 是 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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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天君 帝君 三叔 天君 帝君 三叔 environment 叶华 你到底在哪儿啊 昨日回来 不是说只是小伤吗 怎么这样憔悴啊 孙人自凡间归来 就在与三叔商 以异解娇人族的事 有些废弃往事 不错 这才是未来天君该做的事 但也要注意休息 是 不知天君 帝君突然来此 所为何事 是来商议你和青秋的婚事 那日天君突然辞婚 叶华为了安抚胡弟 并未说什么 今日这里除了天君和我 就只有帝君和三叔了 孙儿想直言一次 怎么 你对这个婚事不满 并非如此 天君 叶华年幼时 傅君常跟我说 孙儿将来要记得是天君的位 比不得一般人 不得一般人 二叔丧鸡落地时 不过三十六只五彩鸟绕梁 而孙儿降生时 竟有七十二只五彩鸟为我庆贺 天君更在四海八荒根前 给了我储君的身份 孙儿这数万年来 始终战战兢兢 不敢有丝毫差错 唯恐 让天君与傅君失望 你也确实争气 孙儿的智想 是要做一位明君 而非终日罪善于男女情事 所以 孙儿以为此事结婚 太早了 还请天君 给孙儿两万年时间历练 说得倒是有些道理 叶华 你说得可是真心话 真是不虚 这可是你从小到大 第一次博了本君的话 孙儿不孝 请天君恕罪 叶华 你不想去青秋白浅 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并无隐情 你不想去 昔日 本君最疼爱的是你二叔 却也是你二叔 最令本君失望 你可知道 孙儿知道 本君耗费数万年的心血 也在你身上 比待念二叔 更要伤心万倍 所以绝不允许有任何差错 尤其是 有关女人 可明白 孙儿明白 明白就好 至于清秋的婚事 让本君再想一想 帝君以为如何 是急了些 刚刚定下的婚事 就立刻上门商量迎娶礼节 怕是会把胡帝吓得 还以为我们太子殿下 有什么隐疾 恐清秋退婚呢 对了 本君听说 你曾有一日在凡间 显出了龙身 是为何 自然是为了降服金宁兽 何事让你说话了 孙儿本想等事情有些眉目了 再与天君禀报 这不是莫冤当年 送给自己那个宝贝徒弟的法器吗 与清昆仑膳 正是与清昆仑膳 孙儿在凡间遇到了义军离境 此膳就在他手中 在离境的手里 当年莫冤上神的仙身 和那个姿印 已经失踪了七万年啊 怎么这法器会落到异界 孙儿也觉得此事蹊跷 那日为了取回此膳 过程有些波折 孙儿显出龙身后 回到天宫就想彻查此事 或许能循着此膳 找到当年莫冤上神 失踪的原因 莫冤上神是父神的嫡子 昆仑须之主 他本该葬身到吴望海 此事的确要追查到底 不过 既然已经过了七万年 也不要如此心急 是 还有 肃静今日册封天妃 你和他自有相伴长大 咱们也得和杯喜酒 才算说得过去 今日 不错 册封他 是为了安抚几个分支头领 如今娇人族已有反心 一场大仗随时都要打 册封他是早晚的事 孙儿 恭喜天君 叶华 你稍后就启程 陪着新天妃回乡祭祖 祭祖 祭祖不过是个谎子案 这是让你做给几个分支头领看的 你是下任的天君 与几个分支头领要处好关系 让肃静陪着你 会更好打理关系 毕竟那几个分支头领 很宠爱这个宠臣的后裔 孙儿明白了 孙儿也早有打算 要面前这些庞支头领 为了与焦人族的大战 做好万全的准备 好 本军这三个儿子 都记不上 你这一个好宠儿 还好你刚才拿出了玉清昆仑膳才过了这关 我能拿到此膳也是个巧合 没想到却还救了我 看到这膳子 我还真想起了那位上仙 七万年前在这儿弱水 我与那司阴上仙也有过同袍之意 他与那莫冤上神 还真是师徒请身 叶华 三叔和你说些认真的 三叔 请说 怎么说呢 你夫君是绝对不会同意你娶个凡人的 你可要想清楚啊 你和他 你陪着他 都只能在别处 天上一日 凡奸一年 你是想用两个月的时间来陪他仪式吗 不 三叔 我想要的不止两个月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他 你想让他长久陪你在一起 所以你要带他离开凡间 可是叶华你要知道 这四海八荒的神仙 都是知道你要去清秋白浅为妻的 你不能带他来天上 你二叔的前车之剑 就血淋淋地摆在你的前头 我知道 三叔 三叔真是愧疚 当初硬是把你和那个清秋白浅测到一块 现在看来是挖了个坑 亲手把你埋了 三叔 就算没有清秋白浅 也会有白秋清浅 我自降生之日 就被定为下一任天军 无论有没有回约 天军也不会允许我娶个凡人的 不错 当初你二叔那小巴蛇算是运气好 捡回了一条命 如果夫君现在知道你也爱上一个凡人 你那位心上人一定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啊 先不说这些 我必须回军计身 万万不可 方才夫君已经交代了 要你陪肃锦去祭祖啊 这宫里宫外都在准备 你一早就会暴露行踪 可素素不知状况 我突然消失无踪 她肯定疾疯了 这点状况就疾疯了 以后面对天军怎么办 但是 有人来了 叶华 真没想到 肃锦这小丫头 否则既然能成为我父君的天妃 我还以为她会嫁给你呢 真是造化弄人啊 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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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三殿 素锦天妃 在三殿下跟前 素锦还是原来的素锦 坐吧 不知殿下 此时可能动身了 方才天君交代了 左右我也无事 就陪着你和叶华 一起走一趟 天妃可否会嫌弃 三殿下也想去吗 不错 方才天君也说了 你是忠烈之后 合族老小皆为天地正道 抛了头颅 洒了热血 我们皇族本应该善待你 如今你又是天妃 这两层关系加在一起 我当然乐意陪你走一趟 多谢三殿下如此堪重 那就不多废话 早去早回吧 因路途遥远 素锦已经得到天君恩准 在行宫铸上一夜 就怕路途来回波折 让殿下太过劳累 住上一夜 是的 辛苦殿下了 小殿下 你们这是 小殿下 奴婢真的不知道 您来贤宫是陪着帝君历练的 奴婢以前对小殿下多有不敬 请小殿下别往心里去 奴婢在这儿给小殿下赔罪了 历练 是啊 近日帝君让人吩咐下来了 说小殿下是自己想先藏起身份来 来太臣宫见识公俄们的日常起居 才暂时住在此处的 是帝君让人告诉你们的 帝君还说 让奴婢们带着小殿下去挑一处喜欢的住处呢 我不去别处 我住在这儿挺好的 小殿下 您各位地基 咱好与我们同住一处啊 我就是要与你们同住一处 这才叫力量 这 我自己去跟帝君说吧 小殿下 这可怎么办呢 对啊 好 凤九以为既然是来报恩的 就要好好报 暂时忘记自己是个地基 所以请帝君成全 让凤九和仙俄们住在一处 你若真想与他们住在一处 我也不拦你 谢帝君成全 你入这太臣宫 当真是为了报恩 不错啊 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 那救命之恩 你打算如何报恩 救命之恩当 端茶倒水 你怕是要在这太臣宫里 端上个十万年的茶 倒上个二十万年的水 才足够吧 那 帝君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吗 有 是什么 我定解禁所能帮你达成 七万年前 莫言上神赠了我这套茶具 这七万年里 我始终惦记着还他这个人情 你可能帮我办到 莫言上神 可惜 他已经归隐许久 再不见踪迹了 其实 莫言上神他 不对 帝君这是要宽我的话吗 莫非他已经知道姑姑就是司音 也知道 也知道 莫言在我们清秋了 莫言上神消失时 我刚出生 他老人家的先生去了哪里 我实在不晓得 帝君还有其他心愿吗 第二个心愿 有啊 帝君请说 你告诉我 你姑姑和莫言究竟有什么渊源 凤九不是跟帝君说过吗 我姑姑和昆仑须毫无关系 对啊 忘记了 你的确三番五次地说过 你姑姑和昆仑须绝无关系 帝君 帝君为何对莫言上神的事情 如此在意 除了莫言上神之外 帝君就没有其他心愿了吗 像我这么无依无求的人 心愿这种东西 暂时想不到别的 帝君慢慢想吧 我不急 对了 还有一桩事 你可见过玉清昆仑膳 那是什么 名字好奇怪 凤九帝君洗茶杯 奇怪 帝君为什么总是追问姑姑和莫言的关系啊 你在干什么 你 你竟然如此对本公主 你真是放肆 完了 完了 你 你怎么都不打声招呼啊 你 你破了我一身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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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敢对我那壶小叫的 你真是放肆 别以为你是清秋帝君 随便寻个什么报恩的借口 就可以随意出入天宫 此处不是清秋 你休想胡作非为 这可是莫言上神送给帝君的茶杯啊 喂 我的 吵得我头疼 吱月见过东华帝君 嗯 听表哥宫里的人说 今日晨起 帝君和天君去了表哥的紫辰殿 谈表哥和白浅的婚事 不错 殿下是会迎娶我姑姑吗 不错 那帝君您会去迎亲吗 不错 还想问什么 眼下是没有了 我 我有 我想问 你若无事便先退下 我要处理太臣宫内务了 知悦告退 风九 你打碎了莫言上神送我的茶杯 这笔心账小殿下 在打算如何与我算 也记在救命之恩的账上吗 还能这样算吗 姑姑 不过 你的那个莫言师傅 一定要早点回来 再不回来的话 我这笔账三辈子都还不完 不过来的 这笔账三辈子都还会发现 我可以是在下面的 我说一个女儿 冬天 我怎么就没有一个 Oklahom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阴海情茫茫 海骨作不痛 薄氧不牵强 都是假象 亮亮月色 为你思念诚恳 化作春你恨顾着我 浅渐岁月 浮满爱人羞 天片芳飞如水流 亮亮天一脸月一身花色 落入凡尘伤情咒 瞬间一渡情节难留 遮疚的心还有几分前身的恨 遥遥三生三世恍然如梦 许的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忍 就让情分落九尘 亮亮水里何时还会穿上 有剑树下一盏风存 我花又已流水无尽别人暗怨爱恨 两头麻花的船 无声缘千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ritic订阅 且换 嗨 嘚 嗨 RX 嗨 嗨